为什么呢 这要钱是人要命的 这不会的 这个菜价应该给刘子看一下 嘿Siri 59块钱等于多少英镑 6块2毛吧 我这一桌子才6磅 真的非常心疼你们在外的留学生了 国外视频我也看了很多 但我还是觉得中国的美食就是最屌的 我那样刷条视频 一个留学生在国外点了个外卖冻米菜 就小鸡炖蘑菇加一盒芸豆再加一盒子然羊肉 好像还有两瓶绿茶500块人民币 就不是我说这小鸡炖蘑菇就跟那老黄门鸡似的 你看那喝就这么点 嘿Siri 500人民币等于多少英镑 53英镑 那咱今天就53块钱 看在正儿八经的东北能吃到多少好吃的 坐 那我想休息 我吃不了了 打烊了吗 都要晕了 啊 都要晕了 行行行行 我少点几个我少点几个 50块钱就够了 你拿个菜单我看你不 我之前看有人说我拍的那个只是便宜但盘子小 给你们看一下这一项啊 直接就叫大盘子 活包肉18 溜肉段18 麻婆豆腐5块 烧茄子10块 一共是51块钱 哥可以了 就这4块再来个米饭 不行我得再来个酸菜本 我又馋这个酸菜了 东北的酸菜是真好 想上去它这个酸菜本啊 是6块钱看到没有 那这样就是57块钱 感觉有点超预算 来来来来 你这5块钱盘不小啊 不小的那不是说便宜就好 我们看一下 战上八经大盘的菜 5块钱的麻婆豆腐 哎姐这是1块还是2块 对 1块还是2块 2块的 2块的是吧 我怀疑它是怎么着呢 2碗这样扣起来的 然后这样打开了 这不就2碗米饭吗 来溜肉段 这一大盘18块钱 你们看一下 左右全是肉 有同学就要问了 为什么我溜肉段和锅包肉都点了 其实这个溜肉段是咸的 然后锅包肉和那个酸甜口的 它味道是一样 看一下这锅包肉的量 也是18块钱 你别说它这么做完之后 你看真的特别好看的感觉 明油亮气的 有没有看着就很脆的这种感觉 鱼香茄条10块钱 看这老狗 这菜做的一个比一个漂亮 现在是4个菜 你看看 这个是酸菜粉 酸菜粉6块钱 这一大盘 5个菜57块钱 这个菜价应该给刘子看一下 第一口必须给我锅包肉 它花了500块钱 点了3个菜 我花了57块钱点了5个菜 全是硬菜 鱼香茄子 现在做不了 现在我们背料休息 现在做不了 现在给大姐累的 这鞋子好脆 对 你现在做不了 现在累的 做不了大姨 给大哥推荐别人加了都 不行了 这比较便宜的交病 这不错 天天大姨就得干到12点 晚上后面 你不得背料吗 你不得洗吗 咱给吃了就不得了 确实确实 这鞋子做得真好吃 酸甜鱼香口 来盖个饭 来点粉 再来点茄子 这茄子真好吃 先满满一碗 贼脆炸的 我发现东北这边 这些小的菜 什么麻婆豆花小茄子啥的 又便宜做的又好吃 真的味贼正 就这种感觉的炸茄子 鱼香茄子 就在英取卖你们10英镑 是不是不过分 这外面就一层薄薄的盒 里面茄子炸的贼软贼嫩 嘿 59块钱等于多少英镑 6块2毛8 等于什么呢 我这一桌子才6磅 真的非常心疼你们在外的流血生了 一天天都吃的啥呀 而且还不好吃 还那么贵 我这最多就是条件尖苦一点 确实有点热 看到葱条了吗 还得开了 咱们还有个风扇 那葱条还开了 真热 顺着脸颊往下烫 看到没有人烫 我说这茄子真的绝了 真绝了 一般情况下我会把锅肉吃完 它这个茄子比锅肉还好吃 五点多的飞机 暂时两口我得去赶飞机了 今天又吃到这儿 但是这家真的 盘子真的又大又便宜 而且就这什么鱼香茄子 要不是咖啡就我全给吃了 贼老师太好吃了 要我说留学上 必赖赶紧回锅 别在国外待着 就算国内的火手说实话 在全世界都是一流的 国外视频我也看了很多 但我还是觉得 中国的美食就是最屌的 又好吃又便宜 花样还多 就得强食 看看你们的火手姐 你们这一桌能有多少钱 180块钱 180块钱 嗯 哎呦我天太丰盛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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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